OK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啊 BRD的模板啊 模板 我这个模板是以啊 PPT的这个格式啊 给大家看的 其实啊 之前有个例子啊 给大家也看了那个例子啊 我那个例子就是拿PP做了 一般的话不会太长 不会太长啊 给大家也 回头这个PPT的这个模板 也会给给大家发发出去啊 提供给大家 大家可以基于这个模板去改造啊 可以去改造 你可以去把一些你觉得啊 你某一个项目 某一个需求啊 针对某一些特定的决策层 做一些改造啊 把一些重点 可以稍微的扩充一到两页啊 稍微的扩充一到两页 如果大家不关注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缩减啊 缩减或者是不出现 不在这个文档中出现啊 我们这个BRD会包括什么啊 第一评 你可以去填一个项目 你具体的这个产品名 对吧 需求名称啊 需求名称 还有提交人 提交什么时间啊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可以去加一个版本号啊 当然一般我们去过这个BRD啊 就是向决策层去宣讲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太多版本的 因为基本上就是一次的决策的过程啊 一次决策的过程啊 所以你要准备好啊 所以你要准备好 当然有一些你可能一开始不熟悉这个啊 BRD的这个组织和撰写的话啊 你可以去做一个你自己内部的一个版本控制啊 你可以就建最简单的1.0 2.0这样啊 就直接走大版本可以不用走小版本这样控制啊 几个部分跟大家简单过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个左页啊 第一部分项目背景啊 这块主要就是让大家去阐述我们BRD中啊 某一个需求的来源以及你调研分析的一些情况啊 都是比较宏观的啊 宏观的啊 包括需求来源啊 你需要阐述需求的来源啊 描述一下产品当前现状的过何问题啊 然后你提出的新的需求 如果是新的需求的话啊 你要描述一下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调查而得来的啊 还要包括啊 精炼的总结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啊 我们这个项目一般都会有几种情况啊 那他其实就是有很明确的诉求的啊 比如说培育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啊 或者是增加什么用户规模啊 增加用户量啊 提高用户粘性降低用户流失 这些其实在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产品 KPI指标里面都会有一些体现啊 都会有一些体现啊 当然没有那么具体了 这些都是偏定性的啊 我们就是把它提炼出来啊 在BRD里面呈现 更好的去尝试啊 尝试你这个需求是什么样的啊 还有包括什么市场运营 然后商业运营市场营销啊 商业运营 还有一些就是技术层面的啊 大的调整或者技术变革啊 以及产品结构的整个这个更新啊 第二个就是用户需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大量的这个产品工作 都是围绕用户在做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用户需求描述清楚啊 就是我这个需求或者我这个产品啊 将会解决用户什么问题啊 满足他什么需求 这块要啊可以去做一个铺垫的啊 陈述啊 同时你能够给用户带来什么价值啊 以及你当前所了解的啊 用户的特征啊 用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这部分来写啊 第三个就是市场背景啊 这个就比较大了更大的一个背景啊 一层一层往外扩啊 你可以去分析啊 国内外的相似市场的发展情况啊 比如说什么啊 母婴啊啊 或者是电商啊 就是这些啊 这个又绕到前面了 我们最开始讲过啊 就是我们获取这个行业信息有哪些啊 还有还有印象吗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 有很多的行业报告 对吧 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调研公司 他们会定期的发这个行业报告 还有我们可以去看百度指数啊 百度指数或者是百度统计 他也会去发布一些这个行业方面的数据啊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更好的 丰富你的这个BRD内容的哈 其实是定量定量的一些数据啊 更有说服力 还包括什么啊 市场规模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就是怎么赚钱的哈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啊 准备有课 还有发展趋势啊 未来未来的前景怎么样啊 这个很重要啊 而且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 是不是能和公司的战略规划相一致啊 至少大方向上不要有冲突啊 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啊 有矛盾就不太好 去做你的整个这个BRD的结构了 包括还有这个啊 环境政策啊 这个其实也是很受影响的 很受影响的啊 尤其是互联网行业 尤其是做这种啊 内容内容的这个啊 产品 比如说最近什么啊 像那种啊 视频网站对吧 所以他的那个抓的还是挺紧的啊 包括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 就是技术的发展 因为互联网行业里面有很多这种技术导向的产品啊 啊 这块也需要去关注一下 竞争格局啊 这个有一些可能是新产品 他可能就是独树一致的啊 那就没有太多的竞争 但是啊 在当前这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啊 就是往往一个想法啊 一个想法 你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啊 这个竞争还是会存在的 只是说你竞争力在哪啊 所以你需要去分析一下 需要分析一下啊 好 商业价值 这块是角色层们非常看重的啊 角色各种角色都会看重的 那我们做的这个需求BRD内容里面啊 都能够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啊 刚才也讲了啊 比如说什么先发优势啊 竞争优势啊 我能拓宽我公司的生存空间啊 增长收益 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啊 然后布局未来啊 这个也都写过 还有就是 有一点很重要啊 就是当前阶段 我们这个需求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开始做了啊 这个其实和这个 公司的发展战略啊 是有很大关系的 产品净率一定要是 通片门等地理 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角色啊 你需要能够把握住这个大的趋势 才可能做得更好啊 第二个大块就是你的项目规划了啊 前面都是在分析背景啊 第二个就是项目规划 你要和阐述啊 你这个项目的主要架构 然后以及产品的这个核心功能 和服务啊 核心产品需求 那就是 有前后对应关系呢 就是你最开始是分析挖掘出来了这个啊 用户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用户没有满足的需求是什么 那你在这里 在这一部分啊 就要去很清楚的直指问题所在啊 就告诉大家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啊 什么样的产品方式能够去解决那个问题 不用不用去不用去绕绕很大的圈子啊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在就会很清楚啊 第二点啊 产品核心结构 这个我就把刚才我们那个案例里面的那个啊 那张图拿过来了 其实就很清楚啊 就是包括几大模块啊 大概的这个产品功能 模块是什么样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通过一张图就可以很好的去传达出来啊 我们之前也讲了这个流程图 其实你也可以拿流程图来画 但是你画的那个流程图的层级啊 一定要提炼一些啊 提炼一些 就是非常非常概括性的啊 不是非常具体的那种流程啊 不然的话大家会纠结于具体的细节里面 然后就很难再把这个BRD很清楚的去传达出去啊 当然那个很细致的流程图会在下一个环节啊 下一个阶段去去去去绘制啊 然后用在另一个门档中啊 用在另一个门档中 我们这个BRD还有包括一块 这块其实非常考验这个产品经理的规划能力啊 规划的能力 因为这部分内容都是在着眼于未来啊 都是没有开始动的啊 你要去做一个这个产品的roadmap啊 就叫做发展路线 其实发展路线就是有点 有点像我们之前画的那个永道图啊 一个维度是时间阶段尾 另一个维度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啊 我们可以去切不同的这个周期啊 你可以去按季度去分也可以去按这个月啊 也可以去按周 如果你这个你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很快很短啊 你追求的是速度那你可以把这个细致一点细致一点啊 当然你当然当然这个产品的发展路线啊是指整个这个事情啊 整个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解决一个用户问题啊 要满足一个用户需求整个的这个发展路线啊 你可能包括第一段我我可能是第一个阶段是打造一个产品 打造一个核心产品第二个阶段是啊 在这个产品上增加一些增值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我要做大量的这个线下运营啊 是这样的一个完整规划啊 不而不是指具体某一个模块啊 我第一个V1.0第二个V1.1啊 第一个V1.0第二个V1.1 第三个V1.1.2这样的一个发展路线啊 那个就是太具体了 那个是太具体了 我们这个要再抽象再往上一层啊 去做整个这个事情解决的啊 发展路线啊 第三个啊 前面讲了 我们要去讲这个收益成本和风险啊 收益成本和风险 这三个关系非常紧密 所以放在一起啊 阐述就可以了啊 收益预期这个大家我估计 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大家肯定会去写啊 肯定会去写 而且这个东西学的越精彩啊 也不是说精彩吧 就是你估计的越好啊 所能吸引的眼球会越高啊 能够让决策层更加的幸福啊 这些就收益会包括哪些呢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啊 常见的啊 一些收益的情况 对决策层啊 对决策层来说啊 比如说增加了新的用户啊 新的收入 成本缩减了 那就是开源接流 类似这样的事啊 服务质量提升啊 服务质量其实是一个潜在的 能够提升你收入的一个 一个方面啊 还有什么啊 内部效率 其实这些东西最后都可以去转化成一些啊 收入啊 收益 对吧 成本降低啊 类似这些啊 还有一块是比较前瞻性的未来的啊 就是战略部署啊 就是我这个收益是战略性的啊 未来的什么拓展性的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 还有一块成本估算啊 这块就是啊 互联营公司其实主要的成本都是在开发啊 都是在开发和运营这部分工作 所以我们会去评估一些工时啊 PD就是per day啊 person per day啊 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工作量 他需要做多久 或者你也一小时也可以 一天也可以啊 然后你去评估他的成本啊 成本一般就是人力成本和其他成本啊 其他成本就是外围的 比如说要做一些宣传什么的啊 你可以把它放到市场里面 也可以放到单独拿出来啊 啊 这些都是有一个估算的 然后你需要去大体的跟啊 决策成本去沟通一下 这个你你预计啊 他的成本是什么样的 最后一块啊 我们之前也说了 其实就是风险与应对啊 有风险没关系啊 你你提前考虑的 那你可能就会想一些办法去规避这些风险 或者是尽量降低这个风险的影响啊 所以你会去做这个事 这部分也需要去在这个啊 BRD里面去写啊 包括两个大的方法 两个大的分类 一个就是内部风险啊 其实我们做这个互联网产品 主要就是技术风险啊 有些产品 它的这个技术难度太高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去做一个搜索引擎 它的这个门槛可能就很低了啊 但是有一些产品你就很难去介入了 因为它这个技术门槛太高 当前的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开发团队 或者开发人的这个水平还是达不到 这个就是很高的一个风险 好一块 因为你是在做产品经理 产品项目管理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就害怕这个啊 项目管不好啊 对吧 然后导致整个这个事情夭折啊 最后就是只有投入没有铲除 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 所以你需要去想一些办法去规避这些风险啊 或者尽量降低这个风险带来的影响啊 还有另一块啊 就是外部风险 外部风险 那就用户变化 或者是像你之前啊 了解的这个用户需求 不是那么准确啊 就会有一些偏差啊 这个偏差造成的风险啊 是会存在的啊 那你就可能会需要去想办法去怎么样更精确的获取到这些反馈和需求 第二个就是法律政策风险啊 这个就是不太好预见啊 不太好预见 但是你可能会把这个要写上 有一些是比 尤其是一些比较敏感的行业啊 有些比较敏感的行业 你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去啊 时刻关注这个政策和法律的一些变化啊 第三个就是市场风险 这个市场经济嘛 我们做互联网产品 其实也是在顺应整个这个市场发展变化的 所以你是要去啊 及时的去了解这个市场的风向啊 同样 如果你想出了一些对策 你可以直接列在这儿啊 如果你没想出来 你可以把风险先列出来啊 然后让这些决策层们的这些人来帮助你 更好的去应对这个风险 对吧 大概这个模板也就是16页 其实你有些章节 如果你去做你自己的BRD的时候 可以去删减啊 可以去删减 你也可以去扩充一些 扩充一些 使你的这个BRD的内容更加丰富啊 同时能够更加的令人信服啊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BRD了 好 这个模板也提供给大家啊 我在这里跟大家留个左页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BRD就算是一个完整的啊 完整了啊 就是呃 互联网行业这个 我们身边能挖掘的这个需求太多了啊 能挖掘的需求太多了 大家自己去想一个啊 你觉得可以去做的点子啊 可以去做点子 然后去套用这个模板去完成一份这个BRD 完成一个这个商业需求报告 其实就像一个商业的这个企划书一样啊 你就从这个非常宏观的一个层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这个作业留给大家啊 这个PPT你不用做的太长啊 不用做太长 其实你控制在20页以内啊 就可以了 20页以内啊 是指正文啊 不包括封面封底啊 正文正文控制在20页以内就可以了啊 这个留给大家 好 今天我们这个啊 就讲这个BRD 就讲到这里啊